那是什么 要吃饭 谁吃的 饭饭 饭饭还很好吃 我们就觉得他真的还蛮特别的一个孩子 就是与生俱来的 乔乔是胎里素宝宝 在他的世界里动物不是用来吃的 陪伴的 陪伴哦 伯伯就是要煮鱼 那他看到餐桌上有鱼的时候 他自己就唱了 看到这一幕之后 他就跟乔乔说 说不要吃 别吃 阿嬷 阿爸买 买鱼这些鱼给你吃 章鱼 章鱼 好吃的肉 爸来一句玩笑话 乔乔生气地嘟起嘴巴 因为爸爸吃什么 为他管 妈妈吃素 我吃素 然后全家人都吃素 然后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你要跟着一起吃素 前世情人劝速成功 爸爸因为他由婚转速 老婆比较可以妥协 就是协调 他就是会方便 然后我女儿 他就是会很严格地管控 不行就是不行 中午在风圆进司堂 志工打着盒饭 这个蓝色的便当盒 在这里大家都认得 这是乔乔的饭盒 从厨房离开后 若萱志工接手进行二度配菜 后包两个还OK 上幼儿园以后吃素变得不容易 心疼巧巧因此便寿 大家决定要护持这位小菩萨 我们在帮一位未来的菩萨 所以我们都很乐意的 你好 你好 给小朋友送便搭 好 谢谢 志工每天帮忙送饭 连幼儿园老师也成了护持团队一员 好 我们这一口 好棒 串联众人的爱 成就一位小书童 也或许是小孩对生命单纯的爱 改变了周遭的大人